过后的比赛证明 主教练轻务生和队员张恩华 是这场比赛中国队的两个焦点人物 他们的出场方式也可以说是与众不同 乘电梯从天而降 令人防不胜防 不过大队人马还是在欢迎的人群当中 鱼贯而出 每一位国角心里都非常清楚 他们必须取得对沙特队比赛的胜利 才能将希望再次带回到这里 10月3号 中国队从上到下 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 投入到了对沙特队的比赛当中 在这场比赛里 中国队不仅上场人员 有了较大的调整 而且对场上的阵型也进行了改变 从一城不变的四五一 改变成了进攻时的三五二 和防守时的四五一或五四一 今年已经31岁的谢峰 是第一次代表国家队 出战这样重要的比赛 他在场上可以说拼尽了全力 正是谢峰的这一脚直船 为中国队制造了上半时最具威胁的一次进攻 可惜郝海东在射门时将球打偏了 应该说谢峰是中国队在本场比赛中 所出的一个骑兵 他的出现的确是沙特队的防守 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同时中国队的进攻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就在郝海东的这次射门之后不久 场上的形势突变 中国队的主力前锋12号鱼根尾 因为一次激烈的拼抢 受伤下场 从伤势来看 他已经不可能坚持整场比赛了 中国队的队一队我们说 他很可能是在拼抢当中旧伤复发 鱼根尾被送进了医院 这次意外的受伤是鱼根尾也失去了代表中国队参加 余下的机场比赛的机会 在鱼根尾被抬下场之后和中国队未换人之前 中国队在场上一扫打多 他们的防线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这是上半时沙特队最具威胁的一次射门 不过就整场的情况来看 由于15号徐宏的上场 中国队的后防线得到了很大的稳固 应该说徐宏这样的队员 在对付沙特这样的球队时 作用非常的明显 在这场比赛里徐宏的判断抢位都非常出色 由他张华和范志毅为核心的中国队的后防线 也显得非常的稳固 不仅如此 徐宏还频频的插上助攻 这也给沙特队的后防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这场比赛 中国队的排兵固阵是前三场中最好的一次 他说明教练组已经开始摆脱那种僵化的用人方式 而变得比较灵活 不过在根据对手的不同情况 如何选用特点不同的球员组成最佳阵容这方面 中国队的教练组似乎还有许多的东西要学习 事实上在这场比赛里 三号孙继海被安排在后腰的位置上就显得有些别扭 而在中国队的后腰位置上 由于李铁目前的状态不佳 不能胜任 中国队并无理想人选 中沙之战 中国队在临场指挥上也是非常成功的 特别是在场上形成僵局 需要有人打开局面时 26号刘军成为了中国队的杀手姐 不少球迷可能还记得 当时中国队一度将摇下换下了场 这只是由于当时的裁判员将中国队的16号 砍成了18号 或许他也非常紧张 刘军上场之后使得中国队的中前场的联系得到了有效的加强 特别是下半时20分钟到30分钟 中国队打出了一个小高潮 在中场的带动之下 中国队的攻势显得非常的有威胁 9号马明宇传中之后 郝海东的一次投球攻门 这个球戴亚耶亚表现得非常出色 在身体失去平衡的情况下 他用脚将球挡了出来 在这次进攻当中 戴亚耶亚挽救了沙特队 但是他最终没有能够成为沙特队的护身符 中国队的谢锋又一次长途奔袭 为了获得一个脚球 谢锋可以说是奋不顾身 他撞在了广告盘上 中国队获得了一个宝贵的脚球的机会 脚球开出 2号张华前点冲顶 1比0 这是一个让全场乃至全国都沸腾了的进球 在随后的比赛里 大家的心情恐怕和主教练齐武生的心情是一样的 因为这次中国国家队曾经多次让大好的局面 从自己的手中溜走 0比1落后 也使沙特队的主教练文家达 多少显得有些坠坠不安 在这场比赛里 中国队打得非常有气势 在张恩华跃起投球冲顶时 沙特队的几名队员居然没有一个人做出反应 他们显然是被张恩华的这种气势所吓倒了 从张恩华攻入那个球 到泰国级主裁判吹响中场哨为止 中国所有的球迷都经历了一次漫长的等待 这场比赛 中国足球界的核心领导都来到了现场 比赛 只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 此时时间对中国队来说 仿佛是凝固了一样 过得那样的缓慢 而沙特人也是频频地看表 他们当然希望时间越慢越好 在比赛的最后关头 全场比赛心情一直比较平静的中国队的队员 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浮躁 李明卫斯还得了一张无谓的黄牌 不过最终中国队的防线还是经受住了考验 1比0的比分 使他们有权利享受喜悦 全场的观众同样沸腾了 在比赛结束后 歌唱祖国的歌声在全场整整回响了三遍 我感觉国人对我们的希望之太高了 所以说我们在数场比赛中特别想赢 因为改革三年来 一直对我们的希望很大 所以说我们就一步一 一个脚刃的往前进 所以说虽然前两场打了不够好 但是我们全体人员包括教练到队员 在这个结果眼上没有对自己放弃 而且默默地去训练 而且把一切的困难都埋在自己的心里 所以说我们就用行动来较达我们的能力 我们有这个能力打好比赛 所以说我们不会鼓舞 全国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可能我们取得这场胜利 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所以我们队在阶在队 在后期场比赛 我想应该会打别任何对手 在张文华不注意的时候 一位球迷居然抢走了他的护腿板